首先先請你稍稍自我介紹一下 你叫什麼名字啊 哪裡人啊 怎樣 你兩場空間計畫不太喜歡的 就是想問一下你為什麼想來日本這邊留學 然後在過程大概籌備了多久 怎麼規劃這樣 這次會選擇來日本國學主要是因為 我在台灣所就讀的科系 跟日本這邊的東京工藝大學有非常密切的輔助 除了交換學生之外 還有熟悉的專題等等的交流活動 然後再加上在台北的 在台灣的舉行班跟大學課程基本上都是 固定的focus在文法跟人形等等上面 在口說跟書寫等輸出方面是比較少的 所以這次才真的來這邊 因為各位的交流詞主要是想要練習 會話跟口說的進展 我準備的過程就是因為學校課也很長 再加上上次上個暑假我曾經有去過 東京的遊學校 過這次經文上之後在代辦 進行一些程序上的範圍 因為我做成功準備 那也蠻好奇 就是你為什麼會選擇 架子這間學校 然後你考慮的條件大概有哪些 如同剛剛講到 我會選擇人格的架子 是因為想要進行虧學的現象 因為這邊的警道都是小房子 一個班最多不會超過六個 然後就一直和同學跟老師 一直進行對話 綠的條件還有我這邊的環境 從在台灣那邊的照片上看來 就是非常的明亮整齊心 乾淨 然後你來這邊之後發現就是 這邊的確是一個人間很新生意 就是外表師開後天 然後裡面就是今天的教室 你問問你就是來日本全 你是怎麼樣學習日語 然後學到大概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就是求我們老哥的家旅行的時候 或者是剛考人系列的 JLPTNL 然後目前再上了上天書 然後弄課程 在學校的部分 也一樣是在不上 噴那個香噴那種課程 然後PT商務的 因為我們的方法就是 大概分四點 第一點是在明見書 就是在不習慣賽 因為已經是 學校大學的 畢修課級的學生 而第三點就是 我會自己看頓道 就是看美工的小村 然後甚至有時候 都配美容小村有時候 一起去看 然後你會聽你們的音樂 然後再來第四點的話就是 你知道針對考試名取向 有份區域被單車人寫 接著通訊的考慮 可以介紹一次 你大概每天是怎麼來上課的 因為我們隨便的回到瑞種 在東三線的大陸等簽證 附近 所以你每天都到第一 的東三線 然後幾次大概 一直到 學校本部的SCA 然後再進行到 187訪後 決定等到學校內 那這樣大概每天會 花多久的時間 上下學校通勤 單程的更新大概是花大個小時 那來到教職這邊 有沒有認識到一些什麼好朋友 我在這裡有教授 班上的一個台灣朋友 然後也有教到一個 號碗朋友 跟在這邊學習 一個日本同學 然後最近也會得到 華國同學去吃飯 由於這樣子晚上會有一些 其他語言的課程 像是 泰文、韓文、 專文還有 英文等等的課程 一直在這邊有很多日本的學生 在這邊就讀 所以就是如果你 從下課後 在這邊讀書 或是跟人聊天的話 你就很肯定 會 能交到其他國家人 那基本上 是透過什麼樣的渠道 比如說是不是學校 有些活動可以讓你 有辦法 跟這些不同班級的人交流 然後 繼此而認識到他們 就像學校上課後 會有一個 就會有活動鐵棒 然後也會有 那種 在每個 開學的時候 每個月開學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人歡迎 然後也會有 晚上舉辦的 國際教練派對 就是讓這整間學校的學生 一起教練 然後 這邊也會有很多 日本人想要 就正在這邊 平時跟晚或中午 因此就是 你很容易的 可以去高零 他們很願意用中文 就日文來跟你教完 然後久一久之 可能之後一起去 喝個酒或是一起出去玩 然後之後就變熟了 就想問一下你們 班上的一些學習狀況 勃勃勃弱啊 或者班上的學習狀況 可以請你介紹一下嗎 我第一班上目前是 只有四個人 加一位六級老師 所以呢 其實 老師都會進行 很多大量的對話 然後因為你素材的關係 每個人也必須要 一台點話 一台點話 所以口語跟廢話 其實在這種班 中文就非常 下級 你想問一下 就是你現在上的班 是上午的班 還是下午的班 然後另外就是 在入學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什麼樣的分歧 分班的制度 那如果有的話 也可以請你介紹 分班制度難不難 然後分完之後 現在你的程度 是不是跟你 本來考試的程度 或原本學習的程度 是一致 由於我報名的是 這邊的標準課程 所以呢 主要是這種上午上課 而據我所知 這邊的標準課程 跟熟期課程 都是這種上課 而下午班的話 就是要額外去報名 一個私教課程 健康並對一的正式教學 上班考試的一份則是 在來日本之前 會給予我們一個連結 它是屬於線上自行考試 而考試的難度 但是據我現在所學 來看的話 大概只有最後 倒數三四期 或是任務以上的程度 其實基本上 都是一三以下 然後另外最後一個 比較 對台灣同學 可能比較困難的一點 可是非日文是比較快一點一點 就是 要寫一片 它排字以下 這件事情 不管在補師 或是在非日文系的 開校裡面 記得號碎不算是吧 考完那個考試 到這邊的分班 跟你現在的程度 是符合的嗎 對 因為其實日文 除了文法 跟單字等等 東西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書書 也就是縮根寫 然後在上面的 在考試 或者是台灣的 JLPT 物檢等等 基本上都只能 去練習到選擇題 所以其實來到這邊之後 的縮寫的部分 其實我是覺得 跟實力是 蠻辛苦的 就是你來這樣子之後 這邊的 課程的 安排是怎麼樣啊 然後進度如何啊 還有就是他們使用的一些教材 大概是一些什麼樣的教材 我來到這邊的 所有的教材是 The King of the Mango 這個書 然後建復和 好像是一週進 一週教學每課 然後 就無論我上去的課程 我這邊 通常都是一大量的 本書跟會話的課程 所以學校的課程 基本上就是 讓我們一直存在 這對科學進步的課程之段 然後剛剛 也有認同 就是這邊的老師 其他班級的教材 大概是 進步 還有程序大概是 一萬 最一開始的話 就是出擊者會是 上一道一道一道的 或是教教學 上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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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程度高一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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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會上 那就會上 去一去 不去 去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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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等到 如果等著再高一點 快 就像 DQ 美紅溝之後 還有一本叫做 日文語生語來語 對不對 這邊所有的教材 大概 那可以大概請你 大概分享一下 平常如果是 標準課程 上午課的話 大概是 一共要上幾個小時 這邊的上課時段 大概是 早上9點半 上到中午12點半 大概是 因為除了 使用DQ 一週上午課以外 它還會有很多 像是 讓我們練習漢學 或者讓我們練習聽力 跟繪畫等等的東西 就是 其實教材上是 剛才那些 就是最主要使用的課 所以我覺得 在教材這邊 就是 就是 地度的安排 跟掌控是一個非常剛好 問一下 就是 放學後有沒有 安排什麼活動啊 有沒有推薦 其他留學生去的地方啊 這邊課後 有很多 可能就像先前等 其實我幾乎都會 去BO 其實最一開始的話 我只會去BO 其實很講 我在台灣看到 我就覺得非常有興趣的活動 但由於 在JRJ 參加了幾次活動的時候 JRJ 我老師跟工作人員 對於這段的掌握 以及 各種安排 其實都是 人體非常有趣的 等下會有人長的情景 所以 到後面基本上 有一點順序 都會撐起來 所以其實 下課有很多時候 畢竟 教材這邊一蹲 幾乎半到午前 都會有 我平常就跟著 教材一起去參加 然後到最後會斷 但是如果沒有參加課 對的話 因為 學校坐落宇 就是 因此一個比較 廢落的神圈園 所以會去公眾福建百貨房子 或是從路到 然後 附近的大區商店街 那邊有蠻多的 比較便宜的東西 可以去供應 然後 再加上整個 商店街 規矩也很大 所以非常好 逛街 再來就是 因為有很多 歷史性的 歷程 還有之前的 泰國銀行等的 歷史移植的東西 配合推進大陸區 再去逛一逛 國際生的比例 或國際的比例 大概是怎麼樣 據你的了解 因為我們本來來說 我當入學的時候 是加入總共有三個 然後再加上一條美麵 跟一個 加拿大人 因為在這邊 的課題是一周圍的單位 所以可能是 周一開學 然後周五就會舉辦畢業典 而現在呢 在我班上的 加拿大人跟美國 都已經畢業了 於是班上現在 給大家配了好 你竟然有了 在這裡上課的經驗 那當然也想請你 送給未來 希望想要來日本 留學學語言的 學弟妹們一些話 可以讓跟 大家說 就是如果想要練習 口語跟廢話的話 跟大家非常推薦 入讀的這樣子 即便你很內向 或是不管其他人說話 因為像我一開始 其實你也不太知道 要怎麼向別人搭話 或是自己去講話 在這邊的老師跟 工作人員只要看到 你都會一直跑來 上去講道 然後自然而然的口語 就真的就是非常的進步 而且一來一來 大家熟悉之後 變到變長 我也很敢就是 看到他們 我就跑去跟他們聊天 講話這樣子 總而言之在這邊 練習口說的機會 真的會比我在觸發前 的時候 相效的還要多多 因此呢 我真的非常推薦大家 如果想要練習輸出 最後口語這整個東西的話 真的非常推薦大家 來這邊第三回 謝謝 謝謝大家